你们俩商量好了吗?这张票到底给谁呀? 当然给我! 听什么?因为妈妈爱的是我,不是你! 你错了!还记得有一次过年的时候,妈妈给你加的是韭菜馅饺子, 而给我加的是猪肉馅饺子! 这终于证明妈妈给我的爱更多一些! 怎么说你是看不起韭菜馅的饺子咯? 你凭什么看不起韭菜馅的饺子? 你知道韭菜馅有多努力吗? 对呀对呀,我也特别喜欢韭菜馅的饺子啊! 你根本领略不到韭菜的妹子!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做韭菜猪肉饺子 首先准备猪肉馅 8克姜切成姜末 一小勺花椒放在小碗中 加入一大勺开水 做花椒水 接下来腌制猪肉 800克猪肉馅放在一个大碗中 加入一颗鸡蛋 刚才切碎的姜末 两大勺生抽 一小勺香油 一大勺料酒 一大勺盐 一大勺花椒水 一小勺黑胡椒粉 用手将所有食材抓均匀 像这样有粘度就好了 放在冰箱冷藏室中腌制30分钟 同时准备韭菜300克 切碎 将猪肉馅从冰箱中取出 加入韭菜 用手将菜和肉混合均匀 下一步准备包饺子 准备一个案板 上边撒一些面粉 拿一张饺子皮 将一小块猪肉馅 放在饺子皮中央 饺子皮从中间对折 捏紧 侧面的开口 从底部向内折 然后对折边缘 最后用拇指和食指 将饺子皮所有的空隙 都捏紧闭合 这样饺子就包好了 大家可以参考右上角 链接饺子皮的做法 最后煮饺子 中火热一锅水 水开后放入饺子 然后马上用铲子搅拌一下 避免饺子粘在锅底 水开后再倒入一小杯冷水 等待水第二次煮开后 就可以捞出来了 然后配黑醋食用 希望大家喜欢并订阅 我们下期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